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尾哥 今天我们准备来对比一下安琪娜的心灵骇客和魔化小虫娘 两款皮肤都是14级皮肤,价格也都是888点券 只不过小虫娘是限定皮肤 但三次还场后基本也是烂大街的皮肤 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这两款皮肤在游戏中的特效对比吧 首先来看他们的造型啊,他们的造型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小虫娘就是红黄白三种形式组成的 头黄黄的,衣服帽子是红的,腿和魔化素是白的 心灵骇客给了那感觉就有点像黑暗记的魔化石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唐娜会变色的双马尾啊 这两款皮肤在造型上算是打个平手吧 他们的走路动作都是一样的,一蹦一跳 看起来是挺闷,挺可爱的啊 普攻特效对比,小虫娘用的是披萨公鸡 看起来挺好吃的样子 而心灵骇客的普攻则是一个小怪物 攻击的路径上还有带英文字幕的拓尾特效 两款皮肤的普攻特效都各有特色 只能说又是打个平手吧 一技能特效对比,小虫娘会召唤出五个披萨 然后进行攻击 这应该是吃货比较喜欢的特效 而心灵骇客则是召唤出五个小怪物来进行攻击 也是挺特别的一个技能特效 两款皮肤的一技能特效其实和普攻一样 就是数量变多而已啊 只能说一技能特效两款皮肤还是打个平手 两款皮肤的倒地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小虫娘采运的是和圆皮差不多的动作啊 倒地后自己的魔法树会砸到自己身上 看起来还是很疼的样子啊 而心灵骇客则是直接被魔法树吸走了 最后就剩一本树落在地上 这两款皮肤的倒地动作也算是打个平手吧 二技能特效对比 小虫娘是直接把锅和披萨一起丢出去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甩锅炸火吗 心灵骇客则是丢出一个类似数码影像的小怪物 两款皮肤的二技能特效也是各有特色 南风伯仲 三技能特效对比 小虫娘就将用两块必杀连成一线的效果 同时还会给自己增加一个黄色的护盾 心灵骇客的三技能特效挺好看 形状有点像精英的螺旋纹 颜色是蓝色 同时还会给自己增加一个彩色的护盾 并且还有小怪物在一旁跳舞 两款皮肤的三技能特效对比 鬼哥其实更喜欢心灵骇客多一点 毕竟这种效果看起来更扣坏一些 最后总结一下 两款皮肤特效其实还是很难分出圣物的 但一下子上个人觉得还是心灵骇客手感好一些 小虫娘毕竟是早期出的皮肤 在一些细节上确实没有心灵骇客做得细致 那么小伙伴 这两款皮肤你们会更喜欢谁多一点呢 更多英雄皮肤对比记得点击关注哟 有什么想看的皮肤对比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我是维哥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